那家伙就是大悲老人 傅乾坤看着下方的大悲老人 露出了惊讶之词 以初期五帝修为 在三大五帝的围攻下 居然还能重伤两人 也算是不错 他一边说着 一边大手已经弹了出去 漆黑的真元大手 隆隆的碾压而下 砰的一声 直接将魂天商会 布置的阵法给轰破开来 同时将魂天商会的几名五帝 给震飞了出去 倒地吐血不易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所有人都惊叹 搜地下 紧接着傅乾坤落了下来 淡然地落在了战场的中央 在所有人精确的目光下 平淡地扫了一眼大悲老人 嘴角带着笑意地传音道 你就是大悲老人 你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大悲老人 看着突然出现的傅乾坤 眼神带着疑惑 嘴角带着鲜血的问道 心中却是大吃一惊 卷起了惊涛骇浪 自从他被执法殿盯上之后 他就不曾用过 大悲老人这个名字了 现在 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高手 随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 如何让他不惊啊 难道这个人是执法殿的人吗 大悲老人心中焦急万分 无比的紧张和谈谈 但是脸上却始终露出了一副疑惑 却又桀骜不驯的模样 他眼神平静 不悲不喜 不曾被傅乾坤身上的气势震慑 反而是无比的淡定 眼神仿佛看透了一切 很是傲然 看淡生死 他之所以被称为大悲老人 就是领悟的大悲意见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能够万物归一 更何况 他现在身受重伤 在魂天商会的包围下 几乎是必死无疑 那种看淡生死的气质 自然而然的表现了出来 如果是执法殿的高手 自然会被他这种表演给迷惑的 此时的大悲老人 心中已经是做好了死的准备 本来大悲老人 还想拼死 拉几个魂天商会的人赴死 但是现在 他的心中 已经没有了任何侥幸 如果自己被执法殿的人盯上了 那么自曝 将是他最好的选择 否则 一旦被执法殿的人擒拿了 在那种可怕的刑罚之下 他不敢保证自己 一定能够守住本心 不是他自己不相信自己 而是执法殿太可怕了 能让夜莺止哭 他不敢有任何的侥幸 所以 大悲老人 立即就涌动体内真云 随时准备自报 不必那么紧张 我是秦晨的朋友 来救你的 傅乾坤什么眼光 一瞬间就看出了 大悲老人内心的想法 对于大悲老人 更添了几分敬意 能将自己的生死 置之度外的人 都值得让人尊敬 可惜 傅乾坤的话 并没有让大悲老人放松警惕 反而更加紧张 陈少的朋友 开什么玩笑 陈少的朋友 他也都听过一些 可从未听说过 有眼前之人 更何况 就算对方是陈少的朋友 又怎么会在天雷城呢 并且知道自己遇险 也就只有执法殿 才有这样的实力追踪到他们 如果傅乾坤说自己 是单格的人 大悲老人或许 还有多几分相信 可直接说是陈少的朋友 大悲老人如何能信 脸上的警惕之色 顿时更深 傅乾坤不由的无语 自己就这么像坏人吗 算了 懒得和他废话 回头直接带回去也就行了 想到了这里 傅乾坤直接抓向了大悲老人 大悲老人更加笃定了自己的想法 惊怒之下 急忙就要自爆 但是傅乾坤出手 大悲老人如何能躲 体内的真元瞬间就被禁锢 无论如何调动都调动不起来 一下子就被傅乾坤抓在了手中 我饿 大悲老人充满了绝望 然后就看到傅乾坤 转头对着浑天商会的一群人 浑天商会的几名高手 此刻早就被傅乾坤吓得瑟瑟发抖了 看到傅乾坤身体急忙一颤连连共情 不知黑碑大人前来 有失远迎 还请黑碑大人恕罪 不知黑碑大人 几个人话还没说完呢 傅乾坤就已经抬手一巴掌拍了过去 碰碰碰 浑天商会的几名高手脸上带着惊怒之色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顷刻间就被轰爆开了 纷纷化为了一堆血水 在天雷城药物扬尾 谁给你们的胆子 傅乾坤冷哼一声 身形一晃 这才消失不见 直到傅乾坤离开 场上才一片的哗人 黑修会的高手竟然是直接杀了浑天商会的高手 这要是将浑天商会一同灭掉的节奏吗 自然是在天雷城再度引发了一片轰动 黑修会釜底 黑奴在天地山山主的治疗下 伤势已经是痊愈了不少 此刻焦急地来回走动着 不知道大碑老人到底怎么样了 黑奴 你就放心好了 父前辈出手 又人数到清了 幽谦雪劝了一句之后 也就不再劝了 因为他看出来了 在没有见到大碑老人之前 黑奴是怎么也放松不下来的 幽谦雪话音刚刚落下 惑然间 天地山山主 幽谦雪和姬如月 全都站了下 嘟地下 大厅之中一道人影闪过 就看到了父前坤 拎着大碑老人回到了府邸 砰的一下 还没等幽谦雪他们开口呢 父前坤随手将大碑老人 扔在了地上 淡淡的 人带回来了啊 这老家伙不相信我 居然想自爆 你们好好劝劝他吧 大碑老人 黑奴一下子冲了上来 黑奴 你怎么在这里啊 大碑老人被摔得疼痛不已 看到了黑奴爷在 立即是吃了一惊 然后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 黑奴居然在这里 他也被抓了 大碑 你好好看看 这些人都是谁 黑奴笑了 一颗心彻底地放了下来 两个人苦尽甘来了呀 总算是安全了 大碑老人 之前被浑天商会的人包围 那绝对是必死无疑的 而这位大人才去了片刻 就将大碑老人给救了回来 可见其实力之可怕 绝对是盖世无双 想不到陈少在武裕 竟然都发展到这么好了 多谢前辈出手将叫 黑奴激动地 对着傅乾坤攻守他 写什么写 小事一桩 傅乾坤随意摆了摆手 对他而言 还真的是一件小事 大碑老人一开始还极其担心 后来看到了黑奴 接下来又见到了幽谦雪他们 更是看到了夏无商等人 一颗心 顿时放了下来 原来这人还真是陈少的朋友 事实上 之前傅乾坤抬手击杀浑天商会高手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那么一丝猜测了 一番治疗之后 大碑老人的身上伤势也逐渐痊愈 渐渐恢复了一些 他心中不好意思 当紧来到了傅乾坤面前进行道歉 别人好心来救自己 自己却那种态度 心里难免有些过意不去 你身上还有很大的隐患 即便是血脉之力也有些问题 傅乾坤扫了一眼大碑老人 淡淡说道 然后手掌抬出 直接拍在了大碑老人的头顶 也都嗡的一下 一股可怕的力量 瞬间涌入到了大碑老人的身体中 在改造大碑老人的血脉 傅乾坤乃是曾经血脉胜地的会长 大碑第一人的存在 在血脉的改造上面 自然是非同一般 恐怕和他当年的陈少 也在伯种之间 现在他出手 自然能够轻易地 改造大碑老人的体内血脉 将他身体中的缺陷给弥补掉 大碑老人当初被秦晨 带到了武裕的时候 只是巅峰武皇的修问 后来秦晨进入到了古鱼界 他虽然在当格的帮助下 突破到了九天五地的境界 但是实际上身上 还是有一些问题 没有彻底消除的 这些问题 就算是欧阳正齐 也是无法解决的 只有秦晨才有办法 结果后来秦晨失踪 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但是傅乾坤现在看到了之后 随手就替大碑老人解决了问题 轰一下 大碑老人只觉得一股 无法形容的可怕力量 在身体中疯狂地涌动 浑身发热 气息生疼 像是有什么力量 在身体中复苏了一般 在破茧重生 众目睽睽之下 大碑老人修为直接提升 从原本的九天五地初期 瞬间提升到了九天五地初期颠覆 实力足足暴涨了数倍 傅乾坤收起了手掌 淡淡道 差不多了 你血脉中的缺陷 我已经替你弥补了 今后 你可以无限地提升 你体内的血脉之力 届时突破到中期五地 甚至后期五地 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 在下面能走到哪一步 就只能看你自己了 大碑老人的天赋是有的 当年在北天狱 他能以一介散修的身份 突破到五皇境界 就能看得出来了 须致 在这北天狱这种地方 就算是一些皇级势力的 天才继承人 也未必一定能够成为五皇 大碑老人的武道天赋 甚至比那些大势力的天之骄子 都要可怕 再加上大碑老人作为散修 尝起了人间疾苦 见惯了事态炎凉 掌握了大碑意境 未来的成就 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但是 唯一可惜的是 他错过了最佳的修炼节目 如今年龄太大了 所以傅乾坤也只是觉得 大碑老人能走到巨步无敌这一步 但是再往前 那就说不准了 只能看个人际遇 多谢千辈之甜 大碑老人只觉得浑身气血澎湃 有用不完的力量 大喜之下急忙地攻身行礼 我也只是随手帮忙罢了 傅乾坤摆了摆手 他也是看到了大碑老人 在梦月酒楼外的那种不屈的精神 看淡生死的态度 心有心上 才略失元首吧 不然 傅乾坤在这里这么久了 也不见他如何指点夏无商等人呢 倒是天地山山主 尽心尽力地指点他人 傅乾坤 毕竟曾经是血脉圣地的会长 心中那份孤傲还是有的 大碑老人 恭喜来啊 黑奴走上前来 激动地说道 他如今只是巅峰五皇的修为罢了 但看到了大碑老人所有的成长 内心却是真的替他高兴 黑奴 大碑老人看着黑奴 内心感动 同时也是微微一叹 黑奴这些年的实力突飞蒙进 但到了巅峰五皇修为之后还是停止了 毕竟五帝强者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即便是有单格的帮助也一样 黑奴出生在百朝之地 起点太地 这些年从五王突破到巅峰五皇已经了不得了 想要突破五帝境界 恐怕还要看机遇 大碑老人 现在咱们知道了陈少没事 就比什么都开心了 至于其他的呢 你别放在心上 只能一步步来 九天五帝嘛 总有一天会到达的 黑奴笑了一下 要不了总有一天 很快就是了 尤千雪走上前来 笑着拿出了一枚储物戒指 里面是秦晨留下的大道果实和规则果实 还有规则之经 有了这些东西 黑奴突破五帝境界并非什么难事 这也是秦晨可以留给黑奴的 在得失了秦晨刻意为自己留了这些东西后 黑奴更是感动不已 尤千雪啊 我们杀了魂天商会的人 我也不会惹来什么麻烦呢 听说这魂天商会 是天雷城最顶级的势力 我怕 大碑老人忐忑说了 怕什么 那魂天商会 现在应该正胆战心惊着吧 要是还敢过来 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尤千雪目光一寒 冷声说道 事实上 正如尤千雪他们猜测的那般 在得知黑奴和大碑老人被黑修会的人救走之后 魂天商会会长此刻心急如焚 早就冒了一身的冷汗 完了完了 那两个家伙竟然和黑修会有关系 这怎么可能呢 魂天商会会长在府邸中焦急地走动着 魂不收拾 这可是灭了魔修楼和辽中商会的势力 他能不害怕吗 他现在记挂着的 不是自己商会陨落了三名五弟高手 而是黑修会会不会不罢休地找上门来 他们魂天商会连魔修楼和辽中商会都比不过 对方若是一时兴起 恐怕稍带小的就把他们魂天商会说灭就灭了